好 我们强达继续 这幅画相传是求英所作 反映的是明代商业的繁盛 它有着明代清明上河图的美誉 那就是名画南都繁汇图 请听题 清明上河图在画面中部河上 设计了一座单孔石桥沟通两岸 C 画上旗帜广告显示货物 来自东西两阳 西北两口和四川等地 反映了南都商业的盛况 D 画中戏台的远处 设计了专用的看棚 供女性观众看戏 曹志军抢到 应该选C 确定吗 我确定 很遗憾 答错了 抢答继续 朱星飞 不选B 为什么 因为我记得那个是木桥不是石桥 确定吗 确定 人家确实是石桥 本地正确选项是 B 祝贺你答对了 只是不是单孔 而是三孔 这样的话 这道题呢 就帮助朱星飞答对了一道题 那么下一题谁先拿住 谁就获得了最后一个 晋级下一场比拼的名额 在此之前 我们先听老师 来说一说 明代清明上河图 难读反汇图 这也是一幅难得的风俗 谢谢 也是独立成科 那么它在千苗基础上 略微加了点浅价 清明双则也是色色的 再加上捐本 所以这两张画给人的观感不一样 也是各自显出不同的艺术特色